放下成见才能够体贴主的心意 主的心意是什么呢 就是他那个普世的心怀 他爱惜人的生命的心怀 这个就跟我们新约的神爱世人 跟新约的宣教的那些大使命非常有关 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愿意人人都得救 我们在疫情的中间 我觉得可能减少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但是如果我们体贴神的心意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还是可以找机会来去做成的 譬如说 我很喜欢这个第六家的Jerry长老 他们做了七十几集的福音五分钟 那我也有时候就转发这个 那有时候用现成的一些的福音信息 然后就转发 特别他有一个童工做了一个剪子的那个 然后在里面呢 非常有趣味性的来去把福音的信息 很基本的来介绍 就好像这一种 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在疫情的中间 透过网络来去做宣教的工作 我们还是要去做宣教的工作